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跪在之人 戈德说 行为是面镜子 在他面前 每一个人都显露出各自的真实面貌 一个人质不值得深交 看着三点就知道 浴室时守住底线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网友的母亲 做饭店生意 有天结算流水时 发现了一张假币 这位网友提醒母亲 假币千万不能用 来饭店吃饭的都是老熟客 不能因为一张假币丢了信誉 他还提醒母亲将假币贴在柜台上 以示警惕 母亲一时舍不得 悄悄地又把假币放进了抽屉 直到某天 网友母亲找钱给顾客 顾客觉着有些不对劲 拿着钱币仔细翻看 发现是假币 当下就找网友母亲理论 当时正是饭店 满屋子的客人 让网友母亲一时间 有些拉不下脸 网友母亲心一横 反过来指责这位顾客是找茬 咬定是顾客自己 将针钱换成了假币 顾客争吵不过 摔门而出 事后 网友母亲得知 这位顾客是周边工地的小领导 他带着手下的几十个工人 再没来过饭店吃饭 古语说 迥是其所不为 贫是其所不取 意思是说 看一个人的品行 看他身处困境时 能否坚持自己的操守 贫困时 是否能不贪图不义之财 有底线和原则的人 知道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做事对得起自己 也对得起他人 这样的人 说话可以信任 做事会很靠谱 人品自然不会差到哪去 村上春树说 人违背了自己定下的原则 哪怕只有一次 以后就将违背更多的原则 如果一个人 做事没有底线 说明他 无法对自己负责 又何谈对他人负责呢 守得住底线和原则的人 才守得住那份心安 一个人质不值得深交 还得看他 浴室时守不守得住底线 吃亏时 不丢后道 曾经的香港首富李嘉诚 事业能如此腾达 离不开他的后道 李嘉诚刚创业时 开了一家玩具厂 费尽周折终于接到了一家 美国公司的订单 等到玩具出厂 货已经运到了美国 李嘉诚才接到消息 这家公司因为资金遇到了问题 没办法按约旅行订单 因此 这家公司临时反悔 想要取消订单 对于刚起步的玩具厂来说 那是一笔不小的损失 李嘉诚完全可以向这家公司 追讨应得的赔偿 可李嘉诚却没有这么做 而是自己默默承担损失 因自己的问题 导致他人的损失 这家公司过意不去 于是前前后后 开始给李嘉诚介绍其他的客人 有了客人 李嘉诚的玩具厂也慢慢有了起色 一次吃亏 让李嘉诚获得了更多机会和资源 也为他的创业之路打开了新局面 于敏洪曾说 做人要地道 憨厚 才能把事业做成功 厚道的人 常以厚道之心待人 多坦诚 少伪装 多宽容 少计较 这样的人 常会让人觉着踏实 靠谱 放心 他们的人缘和运气 自然会随之而来 也就更容易把事情做成 左宗棠说 做人精明不如厚道 诚然如此 精明的人 算的是小利 挣的是钱财 丢的是人心 厚道的人 赢的是他人的好感 存的是长久的人品 积的是用不完的运气 厚道 是一个人难得的品质 也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气 与厚道之人深交 你也会受他影响 成为一个厚道之人 福运也会来 失忆时 不迁怒他人 围城里有这样一个场景 方红剑辞了工作 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 既落寞又失忆 他刚到家门 又听到屋内妻子的姑妈 正数落自己 他气得转身就走 方红剑在外边 漫无目的地闲逛了一番 打算去饭店吃饭 又喂果 又饿又气的方红剑 只好回家 妻子见丈夫回来 问他吃了没 方红剑憋了一肚子的气 忍不住迁怒妻子 沉着脸带着怒气说 当然没有吃饭 话一出口 方红剑更觉着生气 种种不如意 一并发作 和妻子大吵了起来 情绪激动时 他动手推了妻子 妻子倍感委屈 最后离家出走 两人的婚姻也走向终结 德卡先生的信箱里说 我对这个世界生气 他也对我生气 我对这个世界不满 他也对我不满 我发泄了什么出去 他就照样把什么送回来 时一时 很多人承受不住怨气 将力气通通发泄 给亲近的人 发泄之人 涂一时痛快 却不曾想 他说出口的狠话 发出来的脾气 都会变成同样的力气 还回来 互相亲近的人 也就越推越远 大多数人 在生活如意时 能做到对他人 和颜悦色 但当一个人 即使自己失意颓丧时 也能对他人 投以微笑 待人如常 那这个人 必定拥有极高的修养 不仅如此 这样的人 往往可以用平和的语气 适当的方式 缓解和消除力气 从而冷静地 面对问题 失意时 不迁怒他人 是一种修养 也是一种能力 与这样的人相处 也就多了一份心境 人品好的人 最值得深交 知乎上有这样一个 高赞的回答 问 交朋友的标准是什么 答 出世的智者 入世的强者 或者正能量 而阳光的普通人 与人交朋友 看的还是人品 马丁 路德金说 最终衡量一个人 不是看他在舒适 和顺利的时候 站在哪儿 而是看他在受到困难 和有争议的时刻在哪儿 衡量一个人的人品 可以看他 浴室时的反应 失意时的行为 吃亏时的样子 浴室时 守住底线的人 失意时 不迁怒他人的人 吃亏时 不失厚道的人 才是厚道品证之人 人生多硝烟 与品厚之人相处 才能如暮春风 人品好的人 请深交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 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